1950年 一位广东妇女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篇 关于越共领导人的报道后 突然脸色大变 她将上面的照片和经历反复看了又看 而然后激动的说道 这不是我失联多年的丈夫李锐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秘密相取 因为越共领导人可不叫什么李锐 而是叫做胡志明 更何况他一个越南人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中国棋子呢 这一切还得从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地 广州说起 1925年 曾雪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演习所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结识了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 来广州指导大革命工作的胡志明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 胡志明化名为李锐 一个是家境殷实的护士 一个是共产国界的骨干 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 再加上身边朋友的撮合 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此时曾雪明还不知道 甜蜜的时光如流行般稍纵即逝 他即将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白色恐怖起来 按照共产国际不能携带家属的指示 胡志明独自一人前往苏联进行革命工作 从此夫妻分离 两个人天各一方 前有堕胎之痛 后有夫妻分离之苦 历经死别和生离的曾雪明 只好回到娘家与母亲相依为命 而距离他再次见到丈夫 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了 随着二战的结束 越南独立新中国诞生 1950年两国建交 在越南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 六十岁那一天 人民日报发出贺电 并刊登了照片 多年来曾雪明本以为丈夫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万万没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 还当上了越南主席 因为年代久远 技术落后 报纸上的照片并不是很清晰 他还特意跑去买了一本胡志明传 当看到书中那些似曾相识的经历 曾雪明更加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 他曾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 可最后不是石沉大海 就是得到了拒绝的回答 就连身边人也不相信他的说辞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才证实了他所言如实 这个证人就是蔡畅 曾雪明当时参加的广州妇女运动演习所 正是邓颖超蔡畅等人一手创办的 而这两位女革命家 恰好也是胡志明和曾雪明的媒人 正婚人 果不其然 曾雪明给蔡畅的信寄出没多久 广东省委就收到了一封 来自蔡畅的证明信 曾雪明的确是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妻子 当年胡志明和曾雪明虽然从此断了联系 但却一直记挂着对方 曾雪明多次尝试找人联系 但曾经认识的革命人士 不是被捕就是转移 只能留守广州 一边在医院做助产室谋生 一边期盼着丈夫的消息 而胡志明在中国多地进行革命活动 同样没有机会与妻子取得联系 回越南前 他曾派人写信给曾雪明 约定日子一起出国 但却被人恶意撕毁 当曾雪明知道此事 已经是半年之后了 他只能仰天长看 暗自引泪 如今身份得到证实 曾雪明喜出望外 可遗憾的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两个人此生 却没有再见过面 曾雪明终身未嫁 胡志明终身未娶 两人之间仅有的甜蜜 便是那短暂的两年新婚时光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 留言加个观众 下期再见 观众